现在孩子的父亲也就坐在您的对面 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 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 他都把孩子堵在我们家门口呢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我孩子老找妈妈 再加上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过 我也很为难 但是我也感到后悔 毕竟是自己亲儿的 那你不怕这家人是坏人吗 以前我也听说过 他们家不错 不错 我放在他们家门口了 那信里面你承诺说 半个月之后你就会把儿子接走 为什么没有兑现呢 因为我去 因为我做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可预测用多少时间 那我就是 估计半个月左右吧 我也预料不到 多长时间都会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 我老吗 我老吗 那么 侯盛田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竟然他能狠心丢下年幼的孩子于不顾 这背后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离婚 因为老大一起吵 吵 老大一起吵 心情都不好 那离婚之后 孩子跟他母亲的状况怎么样 离婚之后 孩子找了妈妈 我找了妈妈 但是 我也想 让他找了 跟他妈妈在一起 但是他妈妈身体一直也不好 看不了 那如果说你带着孩子 让他见一见妈妈 早上送去 晚上再接回来 你就陪在旁边呢 但是我有自己的时间 我也不能老 那一个月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 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 可以 但是孩子毕竟是那么小 他又没有什么 天天找妈妈 所以你也没有在这几个月当中 实际带他去见过一次妈妈 见过 但是 他见到他妈妈之后 他也不想走 所以你现在把孩子送到赵女士家门口 如果说你刚才跟我讲的理由是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一个人 一个大男人实在没有办法照顾一个小孩 你不想带他了 这孩子不好带 三四岁的孩子能走能跑能爬 我也知道 抛弃弃子是很缺德的一件事 但是我也实在是没有他 没法了 你的不得已是什么呢 我老婆 既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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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结婚年齐 他已经把童子投给我了 但是我也实在没办法 我要为他套为公道 抛弃自己的孩子就是为了给妻子讨回公道 这一家人究竟遭遇了什么 把一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 而且既然好胜田一直在为妻子的事情奔波 为什么他还要选择离婚呢 你刚才说 你想为妻子讨回公道 在我看来 你对于他是有很深的感情 可是你刚才又跟我说 你们之间的离婚 是你提出来的 是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你这么爱的人提出分开 因为都没有好心情 老在一起 他一直身体也不好 精神也不好 我心情也不好 老在一起吵 吵我说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冷静冷静 你们俩怎么练习的 是经常介绍的 2006年认识的 2008年我们结婚了 感情挺好的 我们也没生过气 2009年就生了我们那个孩子了 好姐就有了好姐了 挺好的一个家庭 喝喝喝喝的 那你跟妻子现在分开多久了 分开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 分开了这半年 你四年期怎么了 当然四年呢 因为他身体不好 因为都是命苦的人 我愿意与他同意相连 我也愿意陪着他生命的最好一刻 因为我们没处三是